空中作战模式的改变越来越明显了 虽然没有一步到位 出现如神盾局那样的空天航母 但打通作战链路 给数勺杀手配千里眼 还是做到了 加上通过俄乌战场 无人机已充分证明 机在情报收集 探视感知 目标跟踪和打击等领域的强势 已逐渐成为战场上重要的新型作战力量 不过受智能化程度影响 无人机作战看起来还是有些傻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 空战模式变化的一部分 即直升机变无人机母机 有人机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直升机变无人机母机这事 美国早在2020年就将其变成了现实 那时在亚利桑那州有马试验场 美军从UH-60黑鹰直升机上 成功发射了阿尔蒂斯无人机 如今美军又开始验证阿尔蒂斯700的携战能力 据自由时报报道 美军特战司令部上个月3号 成功进行一次 由UH-60直升机配挂通用发射管 发射改良版阿尔蒂斯700无人机的空中投放测试 验证了空机载台的可操作能力 未来有望由未来长距离突击机搭配未来攻击侦察机 进一步拓展对地打击能力 与地面车辆采用炮管发射无人机不同 直升机发射无人机的最大问题 在于主旋翼产生的向下涡流 无人机被推离发射桶后 主翼尚未打开时因其抗风能力较差 很难抵抗主旋翼产生的强劲气流 此前包括土狼在内的多款无人机都曾受到这一难题困扰 目前该难题已被突破 其采用的通用发射管是美军的7英寸标准发射管 这套发射管也可以用来发射AGM-176空地导弹 DBO-69B小型滑翔制导炸弹 此次发射的阿尔蒂斯700和之前尝试融入的土狼 都是一种小型无人机 既可以像传统无人机那样执行侦察任务 也可以在加装战斗部和导引头后 作为一次性巡飞弹使用 像阿尔蒂斯无人机在设计之初 就已将各军种需求纳入了考量 因此其具备陆射空射海上发射的能力 同时阿尔蒂斯还利用各种标准化发射系统 可集成到轻型战术车辆 联合轻型战术车辆UH60直升机AC130J炮艇机 乃至研发中的XQ58A女武身上 其衍生型阿尔蒂斯700M更了不起 可配备16公斤的高爆弹头 让其成为制空攻击弹药 可与通行无人机一起搭配使用 航程可达450公里 采用的模块化设计 可配备不同传感器、通信、电站设备 从而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 如情间针、巡逻、通信中继、电站干扰等 它可能就是美军接下来直升机 搭配无人机作战的重要方向 据悉美军特战司令部预计将对其持续进行测试 验证软件搭配效能以及不同模块的多元任务潜力 计划在2024年年底完成最终测试 2025年决定量产与初始部署计划 而对土狼无人机 美军打算将其往反无人机方向发展 即发射后在战场上空 寻找敌方中小型无人机与之同归于尽 2021年7月21日 雷神公司发布新闻称 美陆军利用土狼Block-3无人机的机载电子站或定向能系统 首次实现了空对空飞动能拦截实架无人机 体现了其反无人机风群的能力 关于土狼Block-3无人机的细节 美国防部并没有公布 只是在2021年3月曾表示 它将成为海军、空军和陆军内部 众多后续活动和计划的机械 目前仅知道该无人机最初是一款 可作为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或低成本巡飞弹的武器 后来才改成了能够从大型飞机、无人潜航器和无人水面艇上发射的小型无人机 协在何种作战模块 火力军顶多从反无人机方面推测一下 可能采用了高功率微波系统 但通过这两型无人机的试验 可以得出低成本 管发射无人机 已成为美军诸多试验风群概念 和反无人机系统的首选平台 直升机与无人机的协同将有效提高作战效能 武装直升机不似战斗机那般 具有高飞行和爬升速度 但凭借其天生的机动性和不受地形限制的能力 如果让直升机发射无人机群 进行侦察和信息收集、传递 再配合上自身先进的侦察系统 其作战能力、生存能力将有极大的提升 在作战方面 相较于美军战斗机编队作战 UH-60直升机与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可能只需几名飞行员操作 既可执行任务 具有非常高的灵活性 在打击能力上 UH-60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 可同时对敌方多个目标进行打击 增加打击效率 也可进行编组 对同一个目标进行不同方向的打击 增加毁伤率 所以无论是空中对抗 还是对地打击 其丝毫不比战斗机编队弱 甚至两者的协同作战 就是将直升机武装成空中堡垒 一击及一对 如UH-60可凭借强大挂载能力 搭载更多的无人机与导弹 在战场边缘进行遥控作战 妥妥的傀儡时 生存能力得到了极大保障 也可通过直升机模块内置的仪器 进一步了解战场动态 并将收集到的信息 从直升机的武器控制系统 传输到挂载的武器上 进行远距精准打击 使作战效率最大化 作为老对手的俄罗斯 对无人机的运用也同样如此 侧重无人机在协同作战体系中 执行打击任务的能力 如俄军能发射无人机的米28NM 在执行作战任务时 其速度相对慢 亦发现 虽然飞行高度较低 使其易于能脱离大部分防空系统的监视 但其旋翼产生的巨大噪声 和本身就巨大的身影 只要敌人不是瞎子笼子 都能被目视或光电器材发现 即便米28NM后来加强了装甲防护 可有效抵御20毫米以下口径弹药 但也扛不住一发单兵防空导弹的袭击 所以其生存能力依旧面临巨大挑战 而最新改造的米28NM 在具备发射无人机能力后 就和UH-60一样 作战能力 生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虽然其与风群战术本质相同 均以最小的代价去换取敌方单位更大的毁伤 但却不似风群战术那般 通过大规模的无人机执行攻防作战 就风群战术而言 其更看重以量取胜的宝盒式作战 从而达到作战效果质的突破 数量规模大是无人机风群作战最显著的特征 也是大家对其的刻板印象 相较于有人机的飞行编队 无人机风群在数量级上有质的飞跃 在较短时间内 可以实现多方向多批次高密度的饱和打击 通过数量规模的叠加效应 来形成局部压倒性优势 从而达到提高突防概率和摧毁目标的目的 当然 由于风群数量庞大 通常会采用多平台多批次的发射方式 并会根据作战任务 赛赫的不同进行分类 将先后放飞的无人机 在空中完成集结 组网 编队 而这就需要时间和通过群内通信去调整 之后在编飞阶段 才能形成形散神剧的分布式作战体系 同分布式作战思想一样 风群同样强调作战编组的去中心化 这使得风群个体之间相互独立 且没有作战中心 即使部分个体被干扰或摧毁 也不会影响其他个体的正常运转 只有这样 在执行任务时 才会有分工又有协作 以作战目标为中心展开作战行动 实现高效作战 但不管侧重哪种无人机战术 有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将充分提高自身作战潜力 和传统作战方式相比 具备诸多优势 其中最关键的就是作战短板互补 形成体系作战 利用有人机无人机协同作战 可以充分发挥两者不同的长处 使双方作战短板互补 在高烈度的多余立体攻防作战中 赢得战场主动权 如舰载MQ-25无人加油机 与有人机的协同 能补足突击力量的短板 美海军的F-18和F-35C 最大航程只有3330和2220公里 加上现役的加油机型都太脆 无法穿透反介入区域拒止区域 帮助战斗机执行远程穿透 因此美军就开始研发 MQ-25无人加油机 来将F-18从加油任务中解放出来 目前MQ-25已经进行过多次试飞 预计将于2025年服役 美军有了MQ-25后 F-18 F-35C EA-18G 与E-2D的航程 将攻击平台的攻击范围 延伸到敌林土内更深远的地方 或是让航母编队 协同空军战机作战 毕竟在舰载机护航下 美空军的有人战机 可基于MQ-25的空中加油 协助航母防御 航母则可为战略轰炸机与加油机 提供一定攻击与加油保障 进而为实施远程穿透作战 提供时间与机会 他们的联合 无论是预警 侦察 拦截 打击 其生存能力和成功率 都将有不小的提升 除此之外 有人机与无人机的协同 还能补足指挥控制短板 如在执行作战任务时 有人机可充当作战指挥节点 对无人机实施全过程指挥控制 以确保两者内外部行动同步 这样有人机与无人机之间的 动态信息交互将更加精准 及时 可显著提升作战灵活性 像F-35的终成辽机就是如此 目前美军已经在F-35上 使用了计算机算法与初级人工智能 并致力于F-35的网络化与智能化升级研究与测试 以使其能够指挥和控制无人机 来执行高风险地区的侦查与监视等作战任务 若是结合无人机发展现状和有人机特点来看 其协同作战模式倾向于分层作战 简单的说 就是让无人机打头 凭借其体积小飞得低 不易被发现的特点 抵近目标进行情报搜集 让有人机在后为其辅助 转递信息和隐蔽接敌 在决策过程中 有人机充当大脑 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态势 负责下达作战指令 开展战场指挥 无人机充当打手 贯彻指挥员的意图和战术 展开行动后 强调有人机在防区外作为指控节点 引导无人机群突然 执行诱骗打击等任务 其各道直升机与无人机协同作战上也一样 未来 随着智能化技术的发展 协同的运用条件逐渐完善 作战整体消费比提高 即或许会成为一种新型的作战样式 好了 关于直升机变无人机母机 有人机无人机的协同作战 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是火力君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